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治医师谢思明说 BF.7属于Omicron次变异株 BA.5中的次次变异株 或许不会对全球的疫情带来更严峻的风险 但是它的传播性还有免疫逃脱能力更强了 曾经确诊过或者打过疫苗的人 仍然可能会染疫 但是通常不会增加疾病严重的程度 今年秋冬 新冠感染人数预估会大量增加 好确诊人数预估会增加 染疫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后遗症的问题了 纽约时报的报道 苏格兰一项涵盖数万人的研究 每20名新冠患者就有一个人报告病情完全没有好转 另外有40%的人表示 他们在感染数个月之后并没有完全康复 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 作者试图从确诊者与未确诊者的症状出现频率 来了解新冠的长期风险 研究发现在6到18个月后的调查中 有感染者报告了某些持续的症状 比如呼吸困难 心悸 意识混乱 或者难以集中注意力 占比大约是未感染者的三倍 而这些患者还存在跟心脏 呼吸健康 肌肉疼痛 精神健康 和感官系统相关的20多种其他症状的风险升高 研究也发现 初期新冠症状严重的出现长期问题的风险更高 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的临床流行病学家 齐亚德阿尔阿里博士说 这项研究有一个对照组 可以分割出归因于新冠感染的症状比例 他也呼应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就是 长期新冠确实属于多系统混乱的疾病 这种疾病不单影响大脑 不单影响心脏 而是会影响各个器官 而领导这项研究的格拉斯哥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 吉尔佩尔表示 研究结果再次表明了 为长期新冠患者提供支持的重要性 支持的范围不仅限于医疗 还包括解决与就业 教育 贫困和残障相关的需求 吉尔佩尔教授说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 新冠会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会对人的生活产生不止一种影响 而长期新冠指的是 在感染后困扰患者数个月 或者更长时间的一系列问题 去年随着新冠感染者激增 还有卫生系统懂得如何更好地来处理 感染初期决淡的治疗 研究人员就开始更多关注和了解 令人恐惧的后遗症 美国政府估计 美国的长期新冠患者 大约是770万到2300万人之间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在卫报写到了 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人们生活和生计 所以他呼吁所有国家 要立刻拿出相应的持续性措施 延续刚刚提到苏格兰的长新冠研究 作者从2020年4月开始追踪了 3.3万名新冠感染者 外加6.3万名从未被诊断出新冠的人 每隔6个月 这些人就会被问及到他们的症状 包括疲劳 肌肉疼痛 胸痛 还有神经问题 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困难 而透过比较感染者 还有未感染者出现这些问题的频率 研究人员试图解答许多其他长期新冠研究者 遇到过的难题 包括了 当这些健康问题在普通人群中也很常见 并且可能在疫情中流行时 要如何将不那么具体的症状归因于是新冠呢 研究发现 在从未感染过新冠的参与者中 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 也报告了研究中总结的几种最常见的长期新冠症状 好像是刚刚讲到的疲劳肌肉酸痛等问题 但这些症状在感染过新冠的人身上 会更明显更常见 而在曾经罹患新冠的人中 6%的人在最近一次随机调查时表示 他们根本没有恢复 而42%的人表示 他们没有完全恢复 领导这项研究的公共卫生学教授吉尔佩尔说 他仍在研究感染后数个月乃至数年的 长期新冠症状的发展轨迹 但是这项新的研究 为这个问题打开了一个小的突破口 也就是在一组曾经感染新冠的人当中 大约13%的人表示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症状有所改善 但是还有大约11%的人说 他们的症状恶化了 佩尔说 有些症状确实会逐渐消退 但有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 仍然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 只有4%的研究参与者 在感染前接种过疫苗 还有很多人只接种了一剂 佩尔说 因此我们现在非常依赖疫苗接种 这的确提供了一些保护 但它不是绝对的 因为像是妇女 老年人 还有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 都面临感染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而对感染前就存在健康问题 包括呼吸系统疾病 还有忧郁症的人也是如此 好 所以面对新冠疫情呢 还是要注意小心防疫 重症医师黄轩在脸书就发文提醒 要小心在户外的六大NG行为 包括了 没戴口罩 近距离面对面 长时间和确诊诊书画 在下风处 进入拥挤的店家或者公车 以及没有接种疫苗 这些行为就是在增加自己染疫的几率 提醒民众 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勤洗手 以及接种疫苗 新闻光别 欢迎您上脸书多用心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